哈喽大家好,我是星星君子俩的小西 今天早上有位非常漂亮的男友给小西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过这个视频 这个花明显有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晃动 他非常害怕这个花烂根了 那么一般出现花出现这种非常的重的一个晃动的时候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你的这个花应该是根部非常的不好了 可能只剩三四个花根 然后其他花根都烂掉了才会出现 这么严重的一个晃动 然后第二种原因呢 就是你的这个花没有摘石成 就是没有土的话 就没有充分的压石 才会出现如此的一个晃动 那么其实这个姐姐把那个花脱盆之后 发现了他这个花并没有摘石 所以呢他需要重新把那个君子兰 重新来给他进行一个摘种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小西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么判断你这颗花摘石成了 如何把一颗君子兰换土的时候给它摘种好 首先小西要跟大家说的 你把一颗君子兰再给它换土的时候 给它摘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花根一定要充分的接触土壤 然后整个花盆充分的充满土壤的花 那么你在浇水的时候 它才会容易透下去 才不会纯水 这样烂根的几率会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花根也会长得非常旺 花根旺了 那你这颗花的长势就非常好了 那么你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花 首先你是给它摘石了 第一就是你的花在摘种 刚摘种完的时候 你就这样使劲的晃动 它正常来说是不应该有一丝丝的 一个就是左右的摇晃的一个状态 第二点你怎么判断呢 就是当你的这颗花经过了可能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时候 你在摘种完的时候 其实你拔出来之后 你拔出来之后 这个花土是整个会粘在一起的 而不会说一拔的话 所有的花土会稀里哗啦的散落下来 那么现在这个花五月份换的土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花的白白的一个花根 已经一圈一圈都已经下出来 然后你看一下你的花根 如果这个颜色是这种白的小根的话 就是新根已经下来了 所以说 但是你不要经常的拔 经常的拔 就是如果你的一颗花稍微晃动的时候 你可以拔出来 你拔出来的话 经过一个月久的时间 你的花土是稀里哗的散落下来的话 那你这颗花压的就不会特别特别实啊 这是一颗大花 想先再拿一颗稍微小一点的一颗花 你给大家拔出来看一看 就所有的花土你一定要压得非常实胜 花根才会长得好 它这个大白的新根全部都已经下来了 包括转圈的这个小白的白色的这个花根 包括这里的那都是白白的小根啊 已经在四月中旬五月慢慢开始换土的时候 新根已经全部下来了 而且这个花摘得非常的实 就是你整个晃动的话 它都是实实的稳如泰山啊 然后大家在摘中的时候 不要把花不要把菌子栏 摘得非常非常的深啊 就是你的这个盆芽 你的这个盆芽 然后给它垂直指向的是这个甲铃镜的一个部位啊 不要把这个叶片摘到就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然后摘的时候的话一定要压实 那么现在重点啊 之前小金的视频其实有出怎么养菊子啊 今天拿空盆给大家讲一下它其中的一个重点啊 之前强调过 重点之一就是你的花根先把它摔满土啊 这个是重点之一 第二呢就是你花根摔满的那个后心土之后 把花重重样样的摆放到花盆里之后啊 千万不要这样去压实这个土壤 那你是压不实的 压不实的 你一定要是什么呢 侧边添土之后用你的四个手指的从侧边这样转圈的去往底下压土啊 因为你这个手指转圈压土的话 土壤就会集中到中心 一直摘动到你侧边的手指头 伸不进去花盆的时候 说明整个花盆的话已经完全充满了君子兰的专用的土的 然后最后再封顶再压实一下的话 这样你这一颗君子兰摘着完就绝对是温柔泰山了啊 然后既然的话就是把盆的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啊 看石偶的心根的话真的是全部都是往下方去去下心根的 所以说你呢君子兰千万以后不要再给他上底肥了啊 上底肥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伤到这个心下的这个花根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啊 就是栽种君子兰怎么把它栽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喜欢君子兰的别忘了给小心点关注 持续还是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君子兰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支持